我已经没有简单意义上的对人好或是对人坏 我敬重的是人才 是英雄好汉 我已经驰骋沙场一生了 我已经没有常人的情感 我之所以不娶妻生子 就是为了不为情感所累 而是要专心致志的驰骋沙场 感情对一名军人来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在我的心目当中 只有忠于我杨家听从我军令的才是好人 而你 我之所以加倍的鼓励和栽培你 因为你是我一生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 不过你也要记住 如果你不忠于朝廷有备我的军令 我一样会毫不留情的依法处置 书宝明白 义父 书宝有一事相求 你说 下个月是家母寿臣 书宝想回历城一趟 为他老人家过寿 好啊 这是为人子应该所做的事情 顺便把册封的事情告诉你母亲 这是给他寿臣最好的寿礼 书宝 我忘了问你 你的父亲还现在吗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怎么死的 是病死的吗 他是 他是 义父 皇上有密使道 请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寿州留守 李子通 谣言惑众 图谋不轨 亦于谋反 献命秦书宝 戴罪立功 将李子通一家 击捕归案 交靠山王处置 另有密函一封 于靠山王私悦 内数处置方法 剑指刻日执行 不得有误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不得 不得 李大人 快快请请 你们什么人 为什么要抓我和我的家人 李大人 我是靠山王座下 十三太保 秦书宝 奉命将你们押反登中 我明白了 杨广这个混军 我早知道 上书告诫 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死而无憾 可是祸及我的家人 杨广你好毒啊 大人 你稍安勿躁 如果是清白的话 我想靠山王 一定会还大人一个公道 还我一个公道 呸 你以为我这次去 还会有生机吗 秦书宝 向你当日血系长安 诛杀宇文至极 替天行道 大家都以为 你是狭义人士 想不到 你一入侯门 就见利妄议 甘愿为虎作伤 大人 你有何出血呢 混军阳广登基之后 天下黎民百姓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难道你誓若无赌吗 对不起 李大人 我身在登州王府 对外界之事所知甚少 怪不得 混军穷奢极欲 大兴土木 民间南丁死于摇曳 不下十万 孤儿寡妇数不胜数 客卷杂税多如牛毛 百姓活命艰难 一子而食 恶飘遍地 你可知道 阳广师父杀兄 妻娘引扫 诸杀功臣无数 你可知道 李大人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吗 若然不信 你出去看看便是真假 混军 混佣无道 逆天而行 你却替他卖命 为虎作伤 枉你自诩狭义人士 其实你全然不懂 忠孝礼仪为何物 我真的为虎作伤吗 巨宝 干嘛这么久还不出来 秦叔宝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你现在悔悟 还为时不晚 大胆虐贼 竟敢工人作反 带走 是 齐叔宝 走 我要是你的话 我就高举一旗 推翻昏军暴政 你们干嘛要抓 怎么测怨 温君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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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义父 李子通一家已抓获 县官在大牢 听候处置 我知道了 卢方 你先下去吧 是 义父 书宝 你已经大功告成 干嘛无精打采打 不舒服吗 义父 李大人他说的都是事实 他并没有撒谎 你说什么 当今皇上登基以来 并没有免税减量以泄天下 反而为了一己私欲 可捐杂税 宁致民不聊生 而李大人据实上书 反而落了一个谋反罪名 这是什么道理 大胆 你只应该亲命于朝廷 不要说三道四的 他配吗 师父杀兄 七娘尹嫂 利益廉耻全无 这种人配我效忠吗 配 书宝 你是军人 就应该知道军令如山 皇令如山 不 我只知道 人要有礼益廉的事 缺一不可 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 义父 既然他不仁不得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铸咒为念 保他的江山呢 因为这是杨家的天下 不 这天下不是杨家的 是天下人的 你 你找死啊你 义父 你身为太皇叔 更应该尚书相劝 绝不该是为命是从 为虎作仓啊 我不想杀你 你和我走 义父 你打算怎么处置李大人一家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 其他的跟你没关系 有 人是我抓的 我要负责任 李子冬一人做事一人当 跟我走 一人做事一人当 义父 你不能这么残忍的 你不能啊 好 我要去救李大人 放肆 我迪远 樑竹 缘终 樑竈 义父吩咐我放你出去 你可以走了 等等 义父让你留下杨家的太保胸针 如放 李大人一家是不是 我想见义父 义父不想见你 他命我吩咐你回家好好替母亲贺寿 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好好进行自我反省 若然你明白做军人应有的责任 你随时可以回来 他将等你一起上京授封 王爷 十万两黄金已全部捞上王爷的灰号 分成二十箱 先置于军中内裤随时后发 这趟劳烦你了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财产了 王王爷千万小心 你放心 这次我会让薛亮和如芳共同押韵 再者说了 江湖上的黑白两道 听到我靠山王的名号 还不都退避三社 谁敢打我的主意 义父 我让你转告他的话转告了吗 李子不落 他说什么 没有 他只问李子通一家如何 死性不改 还是江湖上那一套 但愿这一次他能接受教训 若然不能为我所用 将来反歌相向 必成为我的心腹之患 义父 你放心吧 你对书宝的宽宏大量 我想他会明白的 但愿如此吧 陆芳 这次你要和薛亮代付押送贡金前往京城 路上不得有任何闪失 事不宜迟明日出发 如有差错 军发处置 是 你带我一起去吧 二哥 我保证不胡呢 求求你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行 书宝哥给母亲拜寿臣 我怎么可以不去呢 我一定老老实实在你身边待着 我要是不去 书宝哥一定会怪我没有义气的 正是因为书宝高堂的寿臣 所以才不能带你去 万一你搅了局 我可担待不起 我不会搅局的 拜寿的人都是些大男人 你一个女孩子家多有不便 再说 你嫂子已有孕在身 你要好好地照顾她 嫂子不是有那么多人在照顾吗 你就是不想带我去 我知道你的心思 等我拜寿回来之后 把书宝接过来住几天 你就可以天天见她 讨厌 瞎说什么 我不理你了 好了 我走了 你多点时间在家陪你嫂子 二哥 书宝 讨厌 保佑我的书宝 娘 书宝 娘 你终于回来了 担心死娘了 娘 我答应过要回来给您过寿的 这是什么 爹的燕灵甲 你怎么得来的 是杨玲给我的 是杨玲给我的 老爷 你死得好惨 我怎么能 爹的 海尔不孝 仇人尽在咫尺 海尔却没有能够为您报仇 海尔不屑于在背后下黑手 可是 与他正大光明的决斗 海尔又不是他的对手 爹 您的在天之灵 就给海尔指条明路吧 启禀皇上 靠山王上奏 受招留守李子通犯上作乱 今以全家伏法 臣属下秦叔宝戴罪立功 望陛下准其将功赎罪 小姐拘杀宇文至极之罪 并于殿前御封十三太保 为我大随 效力尽忠 靠山王平乱有功 塑造回京 朕重重有赏 至于秦叔宝 看来却是个人才 丞相 你以为如何呀 启奏陛下 既然秦叔宝是个人才 若能被朝廷所用 乃我江山社稷之大姓 人即已死 臣弟之死乃是旧由自取 臣亦不愿再提 望陛下应如靠山王所奏 赵叔宝上殿 欲封为十三太保 再加封为 萧继大将军 以表叔宝 刚职不阿 忠心为国 好 丞相果然宽宏大量 朕非常之欣赏 有依靠山王所奏 赵秦叔宝 进京授封 接旨 爹为何要上奏 家封秦叔宝 难道 真要放过他 秦叔宝若能进京面胜 圣上必然能够认出他 就是当年在同山打伤他 救下李渊的那个人 到那个时候 他还能活命吗 杨林一定会护着他的 我们可以来个先斩后奏 杀了杨林 天下兵权 具已归我 我得天下之期 不愿意 鸟筋哪 我出去洗菜 你帮我看紧了火 别煮焦了饭 好 小心 你现在还想抵赖吗 今天来了几个新士兵 我想多加点米而已 你不要装缝卖傻了 我们全都看见了 我早就欢迎 为何军中粮食吃得这么快 原来是你小子偷吃 我上一次说过 谁再敢在军中偷窃 不单只是坐牢 还要扣军饷一年 来人 我出去帮忙叫人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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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两烧米而已 这么壮观干嘛 来人 抓住他 哈哈 匀 嗯 呦 呀 呀 呦 啊 太好了 啊 呀 娘亲 娘亲 你醒醒啊 娘亲 醒醒啊 老金呢 半夜三更干什么呀 我们要收拾东西 咱们快跑吧 跑哪儿去 我又闯祸了 闯祸了 杀人了 没杀人 我打了营长 打得好 打得怎么样 不知道 就知道我们不走 就要砍头了 砍头 快 快 快 我都混识魔王哪去了 混识魔王 那个小妮人吧 是 在墙根那个地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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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走 走 小妖精咱们家这么好离开了真可惜 娘 赶头 走 咱们往哪儿跑 不知道 跑到哪儿算哪儿了 你不知道往哪儿跑还不能饿死咱们 我们去投奔游郡的 好 对了 咱们家那头猪呢 不要 他比我还肥 跑不动 跑不动 太可怜了 走 那边 这边 咱们往这边走吧 那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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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吴 您慢点儿 没事儿吧 二位是找我们家老爷吧 他在里面睡觉呢 我去通报一声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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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人家多阔气啊 一看就是有钱的 哎呀 你看这桌布啊 天哪 你看这料子 哎 哎 木料 多结实啊 天哪 哎呀 这椅子辈 你看 雕花呢 哎呀 真舒服 哎呀 哎呀 你过来坐坐 就知道吃 就知道吃 你看 也不给我留点 我们省得多浪费啊 哎 哎 哎 你看 那什么 嗯 哎 小金你过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 这也给拍坏了 得闻闻味儿 嗯 哇 早知道这个邮俊达这么有钱 我就不去当兵 早就跟他合作了 哎呦 我说他这么有钱 怎么同意跟你做生意呢 嗯 喂 你都不同意 我又没来到他家 我怎么知道他有钱呢 哎呦 那你为什么不早来 你这脑子总是缺根弦 你都不让我来 你不让我来 我怎么知道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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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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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哦 原来是小金兄弟 前两天我还想到班秋镇去看你来着 没想到你就来了 嗯 这位老夫人是 哦 这位是我娘亲 哦 原来是伯母 快受小之一败 谢谢 谢谢 来快去备茶 是 伯母请坐 哎 哎 哎 小金兄弟 快去准备韭菜 招待贵客 是 哎 嗯 嗯 对了 尤大哥 你上次提的那件我们一起做生意的事情呢 我已经想过了 我们一起合作 嘿 呃 先不说这些事情 来 休息一会儿 喝茶 嗯 你上次说过的 你出钱 我出力 你卖珠宝 我做你保镖 多好呢 哎 我想过了 一半不用收 我要四成 你要六成吧 哎 来 吃个水果 新下来的梨又脆又甜 吃一个伯母 你不怕 刘大哥 上次你不是说有土匪吗 呃 那不如这样吧 我们合作 我要三成 呃 你要七成 呃 不好 呃 我要一成就够了 你要九成 可以吧 这样够了吧 先不说这个 伯母 来 吃东西 啊 嗯 伯母 坐这儿 老金兄弟 坐这儿 哎呀 把包放下 是 你们下去吧 是 哎呀 呦大哥 不如这样了 呃 我们先说完以后再吃饭啊 呃 不如这样了 我们什么都不要了 你只管我饭行不行啊 呃 只要让我和我娘吃饱就可以了 呦大哥 你既然你既然没成一谈 娘 我们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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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你加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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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哎由大哥 我真的被你吓死了 我还以为你不答应我呢 来 为了我们合作愉快 来 喝一杯 来 好好 来 伯母 对了 游大哥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半夜三更卖珠宝 怎么在这里做生意跟谁做 你怎么没带珠宝也没有带银子 这个生意怎么做 你就跟着我走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么多人 卖珠宝 游大哥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们不是做珠宝生意的 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 就是强盗 这大树林 就是我游俊达的地盘 难怪你这么有钱 原来是山代王 我们不是普通的山代王 二贤庄帮主善雄信 是我们的首领 我们专杀贪官无力 土豪猎身 救济天下穷苦百姓 我看你天生神力 只要你愿意加入 就可以当山寨的二寨主 你看怎么样 我不怕告诉你 我小时候杀武官兵 前阵子看军又炒祸 我不当强盗还不知道做什么好 虽然当二寨主有点委屈了 不过算了 以后我就跟着你 劫富济兵 好 我早看出你是条汉子 不错 我的确是条汉子 不过 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 强盗怎么做 当强盗很容易 一种叫做官丰 一种叫做讨账 你愿意做哪种 那我做官丰 是不是在一边看不用动手的 官丰就是在路边等着 看到有人过来 就把他截下来 然后回来交差就行了 哦 官丰 不是光看而已吗 那讨账做什么 讨账的话 就是等在这里看家 他们回来 你问他们结了多少钱 所以就叫讨账 好 今天是我讨账 你官丰 不是吧 那下回你做官丰 我讨账 好 你准备带几个人去 一个够了 最重要是认入 一个够吗 够了 人多还麻烦 对了 不过有个要求 你说 我要把斧头打架用的 早就准备好了 是 好斧 好头 那我走了 等等 出去打劫不能用真实性命 你要想个外号 几个外号 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 不如你帮我几个了 这样 我看你又黑又胖 不如就叫肥黑吧 那么难听的名字 有没有好点的 那就叫黑胖 这个好多了 不过算了 还是我自己想吧 我走了 好 兄弟 小心点 哦 肥魔王 黑魔王 就是魔王 混血魔王 混血魔王 你不要睡了 我们都等了一宿了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你还是让我睡会儿吧 你起床起床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快 什么呀 这个山是我的 这个树是我的 这条路也是我的 所以你们的东西都是我的 我就是 混血魔王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连我们也敢打结 告诉你 我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大将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打结我们 杨林 那个杨林 快走 真是好兄弟 喂 我不管你们是哪里的 来到我这里 我就要抢 大胆毛贼 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大哥没事吧 二弟 这小子太厉害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我们走 混血魔王这外号果然好 一出马就赢 哇 好重啊 要是金子就好了 哇 发财了 哇 发财了 这回我们发大财了 哇 喂 发财了你还愁眉苦脸的 闯大货了 闯大货了 兄弟们 这些黄金是靠山王杨林送给皇上的贡礼 怕什么怕 杨林是谁 那怎么办 杨林就是靠山王 掌管天下兵马大权 我们哪里惹得起 哦 原来是他管的兵 就是他扣我的粮 好 抢得好 好什么好 得罪了杨林 我们这次闯大货了 兄弟们 留下十个人把这东西挑到我家去 其他的兄弟赶快躲起来 是 我们走 快 你真的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哎呀 我都说没有了 我只告他我叫混世魔王这样行了吧 李辉 是不大 请几个和尚回来 顺便买些做法事的用品 我要做法事 是 你家里死人了吗 为什么要做法事 我这叫先死而后生 什么叫先死后生啊 王爷 找卑之来有什么事啊 哈哈哈哈 我接到皇上的圣旨 召我进京授封 传我的令 把秦书宝召回济南 与我会合 我们一同进京授封 遵命 恭喜王爷 属下一定把事办好 去吧去吧 是 义父 义父 不好了出事了 怎么了 你们两个慌慌张张的 出什么事了 不是叫你们俩入京城给皇上送贡金吗 这 贡金被强盗劫走了 什么 义父还是没用 请义父治罪 什么人干的 你们可知道强盗的来历 我们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一个大黑胖子 他拿一只大号的砍柴斧头 十分厉害 对了 他说他叫什么混世魔王 砍柴斧 混世魔王 奇怪啊 如此厉害的人物 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们没告诉他他抢的是我的东西吗 说了 奇怪 这更奇怪了 黑道上的人听到我的名字 他们都闻风丧胆 这个人是谁 混世魔王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传我的令 全省所有的衙门 给我挤拿强匪 三十天之内查出结果 否则 所有衙门 无论大小官员 通通受罚 遵命 王爷 现在贡金被截了 咱们拿什么上贡呢 库房里还有银子吗 没有了 可君祥也不能再扣了 再扣连饭都没得吃了 现如今 只能向百姓借银子了 不过 你一定要记住 一年之后 连本代息还清楚 遵命 唐大人 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不瞒你说 前几天 有人在大树林里 接走了靠山王 进京纳贡的黄金 靠山王 要我三十天之内 一定要破此案 可是直到现在 一点头绪都没有 真要是不能够破此案 恐怕我这乌纱帽 也难保了 唐大人 这事我也听说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连靠山王的贡心也敢抢 感觉靠山王之人 唐大人 你有没有什么线索 不如书宝来帮大人打听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在江湖上人命广 或许能帮我查到是什么人干的 现在只知道 强盗外号叫做混世魔王 是一把大斧头 来看看 这里有一张画像 你来看 你可曾见过此人 尤俊大公棍一个 没听说他家里有什么亲人同住 这是谁过世了 其中定有蹊跷 您找谁 我叫秦书宝 找你们家主人有事 请稍等 我给您通报一声 完了 冠针已经查上门来了 还拿着你的画像 画像画的像不像我 你还有先进广画的像不像 你在这房里给我藏好了 千万不许露面 我先出去把冠针打发抖 这样躲来躲去的总不是办法 以后再说以后的 我先把他们应付掉 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 准备逃吧 什么又要逃 我先去应付一下 你做了什么坏事了 怎么又要逃 没有 尤大哥他喜欢开玩笑 开玩笑的 玩儿 你骗谁 我刚明白 你整天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 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 不跟我说 我打死你 别打 不关我的事 秦兄 这边请 请 尤兄 你可知道共金贝劫之事 假装办白事 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怪不得如此 共金是杨林送往京城的 被劫的地方正好是尤兄的地盘 大树林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劫杨林的东西 还在我的地盘上劫 你也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 这不是明摆着陷害我们 这不是 此人号称混是魔王 是一把斧头 尤兄 这是他的画像 你看一下 没见过 没见过 尤兄 好好看看吧 这不是三国里的张飞张义德吗 尤兄 你要见过此人的话就告诉我 我只想追回共金 你放心 我不会追究其他责任的 我真的没见过 不骗你 我打死你 我跟你说 你过来 你说说 哪有这样的傻瓜 放着当兵 他不当 寻人做强盗 你把陈家的脸都丢尽了 你给我过来 过来 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 我非打死他 不打 不打 不打你穷你 这孩子不争气 我打死他 这孩子 你把你气死了 你气死我了 这孩子 陈大娘 你还认识我吗 你是谁 不认识 我是书宝 小书宝 陈大娘 书宝 这些年为了我 你们受苦了 书宝 你真的是书宝 你是咬金 是 书宝你娘怎么样 我想死她了 我娘挺好的 她老是念叨你 跟我回历程吧 再过两天就是我娘们受沉了 到时候我们好好乐呵乐呵 好 我们可以回家了 对了 她在历程犯了事 回去能安全吗 大娘您放心 有今天事情早就没事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 书宝 刘兄 书宝 我娘的寿宝 你一定要去 还有 这是把这些丧事陈设 赶紧撤了吧 不吉利 好 料得不错 大娘您看 这么化就年轻多了 还能年轻什么呀 都五十岁的人了 不像啊 怎么看你是刚过四十的样子 唉 算起来呀 上次化妆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 您要是喜欢呀 以后我天天给您画 喜欢喜欢 还是有个闺女好 娘 您看 谁给您拜授来了 谁来了 这么神神秘秘的 您出来不就明白了吗 姐 姐 妹妹 哎呀 我的妹妹啊 妹妹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 我也是啊 没想到我们合了这么多年还能够重逢啊 是啊 就是咬金吧 哎呦 一点都没变呢 咬金 还不快给你二娘磕头 哦 二娘给你磕头 快起来快起来 都这么大了 真有出息 哎 有什么出息啊 最没出息的就是她了 哎 好妹妹 我看你这二十年就没变 还是那么漂亮 头发都白了 哎 二娘 安叔呢 他已经去世了 哦 舒宝啊 过两天带咬金去拜计一下你安叔 哎 你们怎么和舒宝在一起的 哎呀 是舒宝他找到我们的 说来话长了 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好 你看看舒宝 多好啊 都当官了现在 往后我们咬金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这回我们到这就不走了 哦 哎呦 这姑娘长得跟一朵花似的 这么水灵啊 我猜猜看 她呀 一定就是我们舒宝的媳妇了 臭小子 你瞧瞧 人家都成家了 就是你 快点 叫低妹 低妹 啊 大娘 您误会了 啊 她姓李叫容容 是我娘的义女 就住在原来您的房子里 是过来陪我娘的 容容 这就是我娘常提起的我们家的大恩人 程大娘跟她的儿子程鸟金 嗯 程大娘 程大哥 不好意思 这段日子一直占用你们的房间 过两天我就搬出去 不要紧不要紧 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住吗 哎 李姑娘我们想回来看一下以前的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方不方便 当然方便了 程大娘 程大哥 你们以后叫我容容就行了 不要客气 容容 要不你现在就带程大娘和咬金过去看一看吧 好 你们跟我来吧 那我们先过去了 好姐 先过去啊 表哥 表弟 表哥表弟 你怎么会来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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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表弟罗成 孩儿罗成叩见舅母 好孩子快起来 表弟啊 姑姑和姑父怎么没有来啊 哦 我爹娘有事情不能亲自来给舅母拜寿了 只能派孩儿前来代为拜寿 程儿快进屋 哎 咦 书宝岂是有个表弟的啊 哎呀 走啊 跟我来吧 哎呀 你看看 嘿嘿 你看看 大娘您看没怎么变吧 没变没变 一点都没变 哎呀 你看这桌子 咬金 咱俩在这吃过饭呢 嘿嘿嘿 你不知道他可能吃了 他吃一顿饭呢 够书宝吃一天的 嘿嘿嘿嘿 哦哦哦 我的碗呢 哦哦哦你看 嘿嘿嘿嘿 嘿嘿嘿 这个碗呢 够我吃五碗饭的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我的斧头 嘿嘿 我那时整天拿着这个斧头 跟书宝比武 然后我再将它的钱打断 嘿嘿嘿嘿嘿 蓉蓉姑娘真要感谢你啊 这些东西你都留了下来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 况且每件东西都有它的故事 像这么有保留价值的东西 怎么能扔呢 嘿嘿嘿嘿嘿 哦好高深啊 听都听不明白 哎 蓉蓉姑娘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斧头 跟这个碗送给我呢 嘿嘿嘿嘿嘿 真没出息 嘿嘿嘿 嘿嘿 嗯 哦 哦 蓉蓉姑娘 我看你这么知书达理 不知道姑娘可曾许配过人家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 那这么说姑娘还没有心上人 我我我我外娘 你别乱问嘛 什么乱问啦 你把他许配个书包 怎么样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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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き 美好一年不能全 吹一当年 要喜情愿 愿天下有情人 再爱一面面 再爱一面 再爱一面 再爱一面